物理魔法使马修第二季炸裂来袭 由于马修一行人成功战胜了七摩牙 雷安宿舍的吉弊全部被亚德拉宿舍收入囊中 自此 马修他们也成功向神觉者迈出重要的一步 但很可惜 在与塞尔沃的对战中暴露了他不能使用魔法的事情 甚至逐渐在学院内疯传起来 虽说当时勉强地应付过去 倒不如说是他们三人以气势鼓住了对方 不然对方早就向老师检举去了 在事情没严重起来之前必须要想好对策 突然 一个飞机头走了过来 嘲讽马修真的不会使用魔法吗 但经过两分半的练习 马修嘴硬地跟鸡肉一样 飞机头当然不相信马修的解释 毕竟不会使用魔法的他已经传遍这个学院 并仅告分恩 如果选择包庇不会使用魔法的人 会被当成同伙问罪 要是有人添油加醋向上报告的话 最坏的情况可能会被退学处理 但如果你说出真实情况的话 可能会酌情处理 为了不会使用魔法的低剑血统 搭上自己可不划算 闻听此言的分恩非常生气 正想反驳他的时候 飞机头顿时被重力魔法压倒在地 分恩愣住了 本以为口气那么大肯定很牛逼 怎么反手就趴地上了 这时 超级魅控的兰斯走了过来 只因看飞机头有点不爽 就把他变成尖锥头 全身包成木乃伊的多特气的 他疯狂朝他吐口水 随后回到宿舍 他们为庆祝战胜了雷安宿舍 开启了派对 但令分恩有点不解的事 凌凌是他们举行的派对 为什么雷安宿舍的人会在这里 抱着人偶的阿贝尔 怎么看都不像是来参加派对的 当他逃多的那一刻 正以为要在这里大干一场 却没想到拿出一副扑克牌 分恩小脑顿时就萎缩了 阿贝尔表示 虽然并没有和他们和平相处的打算 但是为了庆祝阿比斯康复 也听从他的建议参加这次派对 毕竟听从建议也是身为上位种的义务 见状 雷蒙打算给阿比斯到杯茶表示欢迎 却没想到他似乎当机了一样 殊不知阿比斯对女孩子毫无抵抗论 只要有可爱的女生和他说话 就会兴奋到吐血 见状 雷蒙转头为马修他亲手做的奶油泡芙 趁机和他拉近关系 但很可惜马修毫不犹豫就拒绝 投喂失败的他另想办法 故意不小心掉落泡芙 见状 马修使用常人无法理解的肺活量 在泡芙掉落在地的一刹那瞬间吸入口中 这一操作把分文都看待了 这难道是什么新型投喂方式吗 当派对结束后 作为回礼阿比斯提醒马修 纯粹的根源已经盯上你了 他们是魔法界投号犯罪组织 在学院中到处寻找魔力之高的人 作为帮他们的回报 阿贝尔从纯粹的根源中获得了第三条印记 也是他们人为创造的 虽然你打败了他 但其实真正三线魔导师会更加的厉害 阿贝尔也是为了得到疾病 才会借用他们力量 创造出一个和平生存的世界 他明明知道阿贝尔是一位非常温柔的人 但在他陷入死路的时候却没出来阻止 所以非常感谢马修帮他阻止了阿贝尔 在一意孤行中得到了解脱 如果是马修你的话 他相信真的有可能实现 所有人和平共处的世界 殊不知他们有说有笑的场景 被飞机头看见 原本只是想找出马修 不会使用魔法的证据 当看见这一幕后瞬间汗流加倍 突然出现在身后的阿贝尔冷漠地看着他 双眼瞪大都想不出 为什么雷安宿舍老大也会出现在这 吓得他连忙找借口逃跑 不然的话怕要死在这 与此同时 雷蒙有点好奇他们在聊什么 突然一只小鸟撞破窗户 将口中的信件递给了马修 当打开后看见里面的内容 两人瞬间惊呆了 等到了第二天魔法局内 马修被审慰隐瞒无法使用魔法的世界 只因在这个神创造的世界中 神明赋予了大自然的生命 和这无与伦比的世界 而魔法也是神明赐予人类的奇迹 但无魔力者的出现 破坏了这个美丽又和谐的奇迹 简单来说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世界中的一个错误 而错误就必须尽快修正 不过马修并不这样认为 世界上偶尔来点不完美不挺好的吗 见状老头正想反驳马修的时候 身旁突然出现一道声音 眼前的男人正是神觉者名叫莱奥 魔法紧背对队长 他觉得自信源自于实力 只要最后能成功就是美好的结局 但首先要证明自己的自信 可展示拥有独当一面的资质 虽然人类都是生存在规则之中 但规则也是人所制定的 如果能展现出令人幸福的实力 那么规矩也是能够被打破 紧接着莱奥将手中的牌扔 向地面幻化成一根蜡烛 需要马修在不接触他的前提下将其点燃 只因这个魔法就是一切的世界中 需要证明你是否真的拥有超越魔法的奇迹 文听此言的老头心里吐槽 不会用魔法的人怎么能点燃蜡烛 甚至说这种为难话令他放弃 殊不知马修接下来的操作 直接震惊他两年半 只见他缓缓蹲下 将魔杖固定在地面 摆出转目取货的姿势 见状 莱奥也看出男主的自信 以及独当一面的实力 正打算散会的时候 远处沙铺送葬突然超男主袭来 近来的五人也是被称为神爵者的存在 这一看也不是什么擅长 有魔法目的管理的不死神杖瑞奈土 魔法经书管理的只只神杖苏菲娜 魔法动物管理的龙之神杖阿基德 魔法人才管理的炎之神杖卡尔多 魔法研究管理的兵之神杖斯拉拉 原来他们的出现是校长叫过来的 当然也不乏这个装逼最深的魔法魔力管理 杀之神杖欧特 欧特告诉众人 从来就没有出现特例的情报 既然男主不会使用魔法 按照规则必须要以性命抵罪 男主猛逼了 欧特觉得所谓的规矩 就是将每个拥有不同想法的人 统合在一起的工具 身为神爵者的他们 不允许因一时的感情而出现特例的情况 对于马修隐藏无魔力就读伊斯顿学院一事 就以性命来抵罪吧 闻听此言的老头突然否定这个提议 此时的他似乎被什么东西附身说道 他们纯粹的根源否决这个提议 只因马修是他们看上的人 不允许他们私自对马修动手 殊不知此时的体内被植入了寄生魔法虫 而寄生魔法虫能够吸收人类的魔力 以人类为媒介从而语化 是特定危险的魔法生物 甚至会试图把拯救宿主的生物当作下一个宿主 这寄生魔法虫只是钱菜 纯粹的根源已将世界化为他们囊中之物 闻听此言的莱奥表示 这一番话就代表着正式向魔法局下战书 不过这样也好 漫长的战斗也是时候分出胜负 那么魔法寄生虫就由他来驱除 见状爆炸头连忙制止 寄生魔法虫可是魔力浓厚的人的天敌 一旦被寄生他瞬间就语化 就在这时 马修将寄生虫从老头体内拔出 来啊来不及说话寄生虫瞬间钻进马修口中 然而万万没想到 令人闻风丧胆的寄生魔法虫 在马修口中吐出竟然变成了气球狗 爆炸头都惊呆了 刚刚不是跑进他嘴里了吗 难道是他在嘴里将寄生虫被打劫了吗 欧特表示虽然寄生虫的事情解决了 但不代表你的问题已经解决 毕竟规矩就是规矩 不能使用魔法的人的意见是不配得到尊重 也是这个魔法世界中的定律 因此你将还是会被处以死刑 正打算带马修离开时 只见他双脚狠狠地插入地面 这样的话对方就带不走他 见状 欧特抬起手中的魔法杖 身体似乎元素化逐渐消失在视线之中 沃尔帕克校长和雷恩缓缓走了进来 在马修无法使用魔法仪式的审讯中 神觉者众人突然地介入 以及校长的出现 马修的未来将会如何呢 这绝对是今年最无敌的龙奥天男主 原本是全国最弱猎人之一的他 在某次地下城探险中遇到了意外 重伤冰死的他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系统对话框 您已具备秘密任务的完成条件 若拒绝 您的心脏将在两秒后停止跳动 想到生病的母亲和上学的妹妹 男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 意识重新恢复时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游戏系统般的界面 系统不仅提示他已成为玩家 而且还完成了二次觉醒 更令他震惊的是 系统还设定了每日任务 男主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不了多久 他就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猎人 在这个人类与魔物对峙的世界里 男主角程潇雨却是名实力最弱的猎人 每次执行任务都伤痕累累 几次险些丧命 程潇雨并非出于对这份高风险职业的热爱而选择成为猎人 而是因为他在高中毕业后缺乏其他技能 加之需要支付母亲高昂的医疗费用 还有即将入学的妹妹的学费 重重经济压力让他别无选择 只能依靠猎人协会的补贴来维持生计 这一天 程潇雨来到郊外的一个工地 参加协会监督的集体战斗 清晨 他抵达现场 见到其他猎人们正为坐着 享用着协会工作人员提供的咖啡 互相热络地打招呼 然而 谦逊的程潇雨在这群人中地位低微 甚至被讥讽为人类最弱兵器 他并未对这些议论放在心上 实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心情低落的他正默默地向前走时 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氛围 潇雨 你又受伤了 一个年轻且漂亮的成发少女 小夕 带着些许抱怨的口吻 表达着此刻的不满 听着小夕的责备 程潇雨却感到一丝暖意 在这个实力至上的世界里 除了小夕 还有一个人对他真心关心 那就是眼前的男人 老宋 老宋是队伍中级别最高的成员 负责领导团队攻略副本 与程潇雨关系不错的B级奶妈小夕 以及其他16位猎人 共同参与这次地级地下城的攻略任务 大家依次步入了蓝色的次元传送口 踏上了新的冒险旅程 看着这些平日里看似不起眼的中年大叔呢 他们纷纷展露威风 宋志国轻轻一挥手就能召唤出火球 轻松消灭对手 一阵热闹的技能施展后 地下城中的魔物被一扫而空 宋志国手中拿着击败魔兽所获得的魔精石 神情得意 即便是一个C级魔精石 其价格也超过了6万元 这次的地下城之行确实收获颇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程消雨 他受了许多伤 却只得到了一个一级魔精石 幸好小夕一直在一旁为他治疗 这才没有亏得太多 正当程消雨感到沮丧的时候 突然有人大喊 你们看 这里还有一个入口 没想到他们竟然赶上了传说中的双重地下城 此时宋志国望着眼前的入口 面对这种罕见的情况 通常需要上报猎人协会 再做决策 但如果等协会派人来 击败BOSS的奖励可能就不属于他们 于是 队长老宋提议 让在场的17人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继续深入 投票结果很快出炉 8票赞成 8票反对 决定性的一票 落在了程消雨手中 一想到自己已经没钱 妹妹即将上大学 还有住院的母亲 程消雨为了家人 毅然决然地投了赞成票 我也赞成进去 然而 他不曾想到 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命名 一行人沿着洞穴的深处前行 最终抵达了所谓的BOSS房间 面对是否进入的抉择 宋老大鼓励众人 他们可能是首批发现 这个双重地下城的勇者 宋志国 一名记忆高超的C级猎人 若不是因为年事已高 他早已是大型工会的队长 他们进入一个庞大的神殿 中央王座周围站立着一圈石像护卫 那王座上的人物 似乎就是他们要对付的BOSS 程消雨仰望着那尊巨人 至少有一二十米高 队员们发现了一块 刻有如泥文字的石板 上面写着关于卡特蒙神庙的三大法则 敬拜神 赞美神 证明你的信仰 就在众人讨论石板内容时 小夕注意到神庙中央的石像 眼睛微微转动 好像在观察着他们 还没等小夕向大家发出警告 只听到一声巨响 神庙的大门突然关闭了 身高一米八的大壮露出畏惧之色 一边抱怨着一边准备离开这座神庙 他心怀不满地咕弄道 这个糟糕的地方 本不该来 话音刚落 他便走向神庙的大门 但就在此时 门旁的石像突然动了 他的武器挥向大壮 大壮未能及时躲避 悲剧地成为了石像的牺牲品 这出乎众人意料 没人料到这些石像 竟能如此凶猛的攻击 程笑语感觉到了神庙的危险性 急忙提醒众人 等等 刚才小夕所说的如果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处于危险之中 而他们正为如何应对门口的石像守卫而铺锚 尽管大壮性格有些懦弱 但他也是一名实力不俗的避极猎狗 没人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倒下 程笑语注意到王座上的主人目光锐利 他立刻指挥大家趴下地心 同时迅速将小夕压在身下保护 王座上的主人眼中射出一道强烈的激光 直射众人 有些人反应不及时 被激光严重伤害 甚至有人因此丧命 幸亏程笑语及时提醒 大部分人才得以信嘴 小夕因为极度的恐惧而身体颤抖 这也是他作为B级猎人治疗师 只能参与简单战斗的原因 众人谨慎地趴在地上 不敢随意行动 幸免 但危险远未结束 程笑语能否带领众人逃离 这座充满威胁的神样 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龙傲天 男主开局就拥有逆天的秒杀外寡 无论任何对象都挡不住他的两次 而除了秒杀以外 还甚至不能有人对男主产生杀意 不然也会瞬间起死 更离谱的是这个能力 男主在原本的世界就回 连世界求爷爷到奶奶 也想将这尊大佛给送走 可没想到也就在今天 一个贤者却将男主召唤到了异世界 更准确来说是 把他一个班的人都传送到了这里 他自称为贤者 老师刚想打断他的话 就被他一招魔法给随手干掉 这让众人也不敢再发出声音 而接着紫愿也警告不要做多余的事 他虽然没有伤害众人的打算 但惹他生气就不一定 要知道他的战斗力可是有53万 说到这里感觉气氛似乎有些冷场 他随手又将司机给干掉了 说完还表示自己只是手滑了 而紧接着他也告诉这里十一世界 众人作为贤者候选人 而被他召唤到此地 这里是个由贤者支配的世界 但偶尔却也需要补充一点人数 说吧小手再次一挥 只见众人的身上都散发了不同的光芒 当然其中也有例外的 包括男主在内一共有四个 然而只有正主目前却还在呼呼大水 紫愿表示他给众人 安装了一个名为恩赐的系统 从里面可以看到自己的状态来 每个人在此刻都获得了不同的能力 但这时也有例外的人发生了 叫千家的女孩表示自己什么也看不到 然而紫愿的回答却很冷漠 因为有时也会有与系统不适合的人 他建议千家不如直接放弃 当不上贤者的他可以考虑去当一个家主 而接着也不再管千家 他表示众人的最初任务将在一个小时之后开始 在这期间不如讨论一下该怎么活下来 说完就这样淡定地离开了这里 正当千家有些懵逼时 旁边的人却在系统上发现了任务 原来在一个小时后 就会有一只一千级的飞龙来到这里 以众人目前的级别压根就无法打倒 现在有节节保护所以他们很安全 正当此地一阵慌乱时 班长却让众人安静 并且将各自的能力告诉自己 他安慰众人除了通过这次的任务以外 别无他分 而有了班长带头后 众人也纷纷将自己的能力上交 直到两分半过去后 有了计划的他们就这样下了车 浑然不管刚才没发光的四人 可怜四人压根就不知道计划是什么 而最让千家傻眼的人 是这时还有一个人在睡觉 他试图将对方叫醒可去无骨 这时其余的两人也待不住 正当他们想跟着下车的时候 未曾想却被班长拦住了 表示他们四个都不允许下车 黄毛正想发作 然而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只见班长随手 就将旁边的板凳给提了起来 原来只要得到系统的人 即使等级只有一身体也会获得强化 也正因如此 他们只是爱手爱脚的存在 简而言之之所以不让四人出去 就是为了让他们做飞龙的诱饵 好让其他人有时间逃出去 说着他也向身后的人点头示意 原来短发女拥有使人魅力上升的能力 正常情况或许听起来还不错 然而他的另一个妙用却是拉仇恨 四人必无可避 还浑然不知自己被更有效的利用 看到班长如此的冷漠 千家当即就询问这个计划 是否征求了大家的同意 首先他的闺蜜就不可能答应 然而这一问不要紧 闺蜜的表情却已经说明了一切 答案自然是赞成了 接着再将车门锁上后 车里便只剩下了四个诱饵在内 正当黄毛想试图破窗而逃使 却不曾想一小时的时间已知 而当反应过来也已经为时已晚 先是其中的灵箱挂掉 紧接着又轮到了黄毛 也是这时男主忽然清醒 当醒过来时却是一脸慌张的千家 他非常懵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玻璃的巨响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抬头一看才发现一只飞龙就在他们周围 正当男主想观摩一二十 此时对方却突然向下俯冲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此情此景却不容他多显 等千家再次睁眼时 才发现两人好像已经得救了 他想问男主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男主却还想问他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也很好奇飞龙为何莫名其妙地就死了 虽然这让千家有些奇怪 但结果总而言之也是得救 接着严谨一概 他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大致都告诉了男主 而在书里的情报后男主便决定出去 既然贤者告诉他们飞龙只有一只 这也意味着现在外面是安全的 可还未等男主打量四周的环境 千家却忽然在天上看到了三个人影 来者正是他们的同学 然而这才是男主真正想表达的 就在千家有些沉默时 这时天上的三人也飞了下来 发现刚才的飞龙已经死去 并且千家还存活了下来后 尤其是后者小胖非常吃惊 要知道他本来打算将千家的尸体转化为丧尸 然后为所欲为的 虽说小胖的能力只是回复术士 但他的同胆里却有一位是死灵术士 看到三人不怀好意的样子 千家正想对男主说些悄悄话 可这时中间的小帅却忍不了了 下一秒他就帅气地嗅了一发火球术 就这样擦着千家的旁边而过 威力恐怖如斯 原来小帅的能力是勇者 虽说只能使用基本魔法 但这招他却一直有在练 这边一直也引起了男主的注目 明明时间也才过去了一个小时而已 但来不及多想 这时小帅也让千家来自己身边 本来千家还不懂为什么 但看到小胖猥琐的样子 他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原来三人盯上了他的身体 男主万万没想到千家到现在才明白 但总而言之 他决定先试着让三人愿意和他们交谈 说完他便将手指向了小帅 随着两人的生死 小胖也瞬间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而这时男主也很贴心地讲起了自己的能力 表示他的能力是让任何对象当场死亡 文言小胖顿时就懵逼了 可当男主问他要不要试试看试 小胖也不禁打起了退堂 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 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想接近男主 然后因一波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他还没来得及走两步男主就让他停下 原来男主还有一种能力 就是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杀力 而当把两种能力结合以后 只要对他有杀意的对象也会死掉 小胖直接整个人都傻了 而这时男主也想起了刚才的疑问 给他的感觉就是三人已经在这里修炼了好久 而结果也正是如此 原来小胖三人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就在不久前他们为了打倒魔王 曾经被其他王国的人召唤到了这里 可说到这里男主却让他打住 简而言之就是他们已经在这里冒险了一年 在打倒魔王的瞬间又回到了原本的世界 可问题是三人又请假这么久吗 好在小胖直接道出了答案 原来一世界的一年只等于现实世界的几小时 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似乎还能回到原本的世界 明白后男主便打算结束掉小胖 他不想自己有后顾之忧 关键时刻小胖连忙向千家求救 然而不曾想千家却不鸟他 他是因为男主所救 也正因如此他认为自己没有立场多说什么 好家伙这竟然不是圣女 见此小胖也连忙拿出了杀手锏 原来只要戴上他手中的项圈 就无法忤逆第一个见到的人 这也意味着有了这个男主便可以放心 他当即决定成为千家的仆人 可不料千家却压根不想要 而这个项圈就像是紧不重 千家不愿小胖便无法接近 只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千家问小胖有没有不当主人的方法 小胖本来是不打算说的 可他却无法忤逆主人的命令 随即便表示只要他说出来就可以转移 于是千家直接就将小胖转让给了男主 而换过主人的第一件事 男主就是让小胖去森林里待命 并且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留下来 尽管小胖一万个不愿意 可主人的命令他却不能拒绝 而在赶走了小胖后 这时千家也突然害羞了起来 要知道之前他和男主可几乎没说过话 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努力地保护他 而说起来男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思考的样子瞬间就让千家产生了遐想 就在他以为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答案时 嗯 什么心当中 Dragonが襲ってきて Dannoraさんに抱き疲れたとき おっぱいが柔らかかったから 与此同时贤者也收到了手下传来的报告 听到有四个人生死 他本以为众人最后的做法和他猜测的一样 结果是献祭了四个无能力者 可当听到死亡中的有两个S级能力者 并且飞龙还莫名其妙地死掉了后 一瞬间他就震惊了 不过震惊也只是一瞬 他觉得并不是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情 只是让手下多加留意 这是你今年一月必看的黑马心番 只因刚开局 男主的妹妹就被大火龙一口焖掉 而紧要关头 男主跟队友被传送出迷宫 但物资却没能带上 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为了尽快进入迷宫 夺回妹妹的尸体将其复活 男主直接来一波被野附体 既然魔物会吃人类 那么他们也可以把魔物当成盘中餐 只要去头去尾一切皆可食用 蛋白质甚至是牛肉的五倍 据说在迷宫底下埋藏着千年前的黄金国 只要谁打败了将其掩埋于此的疯狂魔法师 那么他将可继承黄金国王的宝藏 因此为了荣华富贵 许多人都开始当冒险者 由男主莱欧斯带领的团队 已经打到底层深处 面对庞大的巨龙 刚开始男主认为这场战斗是不可能输的 可不到两秒半忽然涌现一股饥饿感 出于某些原因 他们丢失了两天分的口粮 可以说现场所有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且敏捷方面大幅下降连攻击都躲不开 这一刻男主大脑空白 回过神来才发现队友全倒在地上 正当以为他们要团灭时 妹妹咬牙坚持用最后的魔力发动回程魔法 等莱欧斯醒来时已经是两个半小时之后 目前状况是妹妹被龙吞进堵子里 其中两名队友被其他工会挖墙脚 借此提交了辞职性脱离队伍 只有法师跟所将留下 而物资行李还在迷宫里面 可以说他们现在穷得叮当响 男主本打算卖掉身上的装备重整旗鼓 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理想 主要是资金不够 等到筹备完时 妹妹可能会先一步被消化掉 在出发之前 他们要先解决温饱问题 精灵展现吃货本质提出几个不错的饭店 可是男主很焦急根本听不进去 满脑子想着要赶快进入迷宫 此刻忽然想到个好办法 让他们退出工会把装备卖掉 再把资金作用到男主身上 这样不仅能展开营救行动 精灵和扎克也不用再面临危险 然而两人都比较重情重义 所以坚决要跟男主一起同甘共苦 就回法律 见状男主便摊牌不装了 声明往后要在迷宫里解决食物问题 首先迷宫里存在着肉食怪 那么就会有作为他们口粮的食草怪 以及最基础的植物和水 按照这条生态系统来看 也就是说人类完全可以在迷宫里生活 总之男主的想法是要抓魔物来吃 此话一出 扎克立即想到一些看似还不错的野怪 可精灵却只想到一些恶心的东西 因此他对男主的计划发表强烈抗议 而他们的言行举止 都让角落的矮人尽收眼底 此时有一帮新手冒险者狼狈地往回逃命 至于攻击他们的不过是一只蘑菇怪 精灵只是好心地帮忙打倒 结果男主当即决定拿他来做午餐 扎克担心吃蘑菇会中毒产生幻觉 可男主却掏出一本迷宫美食指南 里面有他做的各种标记 此时又听到大蝎子的脚步声 他二话不说来到洞口前 先用毛巾缠绕在剑鞘上 再将其伸进洞中刺激猎物上钩 很快武器被前子牢牢夹住 随着用力拖拽又收集到了第二种食材 队友见状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想拯救妹妹是他的谎言 要吃穿整个迷宫才是真相 男主老脸一红声明拯救妹妹的决心是真的 接着讲述很喜欢魔巫的外形和声音 到目前逐渐演变成想尝试他们的味道 之后回到新手广场 男主当着众多人的面开始料理食材 不过在烹饪方面男主终归是一个外行 将蘑菇进行简单切片 打算一股脑地丢进开水里烫熟即可 眼看精灵妹子不太相信 男主只好咬一口向他证明没事 顶多只会感到恶心 瞬间清空肠胃 这时那名在观望的五星大厨矮人登场了 指出他们处理蝎子的方式不正确 必须将尾巴以及四肢和头切掉 再将躯干部分切成块状放进锅中 这样才容易熟透熬出高汤 蘑菇则要切掉屁股以及表面三公分的皮 而两只脚是精华所在必须保留 直到将食材全部处理完毕 矮人感觉他们的锅太小不够壮 于是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大铁锅 感觉还不够的他又把目标对准类似树根的植物 又从石头上刮下一些藻类 精灵见状更是抵触 再怎么说这座迷宫原本就是坟墓 他打死都不会吃生长在这里的植物 此时有坨年绸状液体滴在他头上 抬头看去直接被萌王糊脸 不管怎么扯也扯不掉 而且处在溺水状态做不到吟唱火魔法 精灵回想起在两年半之前便是被萌王干掉了 本以为会重蹈覆辙 却不料矮人用小刀一顿操作便解决了问题 对于史莱姆的构造他非常了解 别看像一坨纯粹的果冻 但其实也是有内脏器官的 而史莱姆的使用方式要通过晒干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是给绝食两个星期 有效避免吃到脏东西 而他制作出能够夹住史莱姆的网格 至少能起到风干的作用 接着拿出珍藏的史莱姆干 据他阐述 已经在迷宫里研究了十年的魔物料理 见男主他们对这方面有兴趣而感到高兴 所以这便是他要帮忙的原因 眨眼间晚餐制作完成 看品项连男主都有点不太相信这是用魔物做的 并且味道还相当不错 一口下去嘎嘣脆螃蟹味 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 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早已鸡肠碌碌的精灵终究没能坚守住底线 随即厚着脸皮要求给自己尝一碗 用筷子夹起类似面条的东西 矮人则告诉他那是风干史莱姆的内脏 接受真香定律的精灵开始狼吞虎咽 不到十分钟的功夫便将整锅食物消灭殆尽 之后男主将遇到的麻烦说给矮人听 得知他妹妹是被大火龙吃掉的 矮人讲解龙为了节约消耗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所以消化速度比其他魔物要慢得多 接着请求加入他们的队伍一起冒险 对此男主当然是热烈欢迎 结果矮人表示烹饪火龙是常年来的梦想 而他们却在想妹妹是被火龙吃掉的 到时候他们在吃掉火龙就怕会有妹妹的味道 转眼间来到了地下二层 这期间赶了不少路有些疲惫 于是找个树洞当作露营地点 准备就地取材制作晚餐 精灵无奈地叹气 声明只要找到可以吃的就行 然而根据笔记中记载 这附近存在的魔物是蝙蝠跟鸭脖 以及会使用弓箭的哥布林 而对此精灵自然是不同意 难道没有像果实或禽类一样正常的食物 这番挑三拣四的言论让男主他们极为嫌弃 但此时矮人说到这季节有许多果实和坚果 此话一出精灵像是看到了上帝 然而那些能够接触果实的植物都不寻常 这时男主又对着他进行刻骨 食肉植物不过是俗称而已 其实有一些只会用藤蔓抓住猎物 使其腐烂作为肥料提供营养 几乎可以说等同于平时吃的瓜果蔬菜 并且当前仅仅是地下二层 有冒险者的尸体也很快会被发现 许多人便是靠回收尸体赚钱的 随即矮人将目标对准眼前的两颗植物 由于附带攻击性肯定少不了一番战斗 剑撞精灵硬的头皮主动上前 声明要一次性全部解决掉 可在他快吟唱结束时矮人突然大喊住手 拼命挣扎的精灵撞到旁边的巨星 结果从里面划出一具尸体回收者的尸体 这让精灵瞬间明白 男主他们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假的 但莱欧斯继续讲解得看品种 就比如抓住他的藤腕 是能在猎物皮肤下植入种子的寄生形 接着缓缓拔出长剑 瞄准植物最关键的根部发动致命一击 成功获救的精灵刚要感谢他 怎料男主却问到感觉怎么样 只因这种植物在抓住猎物时不会将其勒死 顶多只会让人无法动弹 其力量恰到好处不会觉得难受 带着采摘的果实回到树洞 接下来又到了矮人的主场 只见他生活把最大的果实蒸熟 从顶部下刀切出圆形口子 能够干净地将种子去除掉 这时矮人将大果实捣软紧贴在平底锅上 再把其他果实捣碎跟史莱姆和蝎子汤混合 搅拌至粘稠状再加入切成块状的果实 倒进平底锅中加热 等表面冒泡再加入剩余的果肉点缀 最终食人植物派大功告成 虽然是咸口的 但这完全不影响他真香的事实 放后提到那具尸体的处理方式 目前他们没空带回地表 精灵本打算用魔法复活的 但男主考虑到可能会失败 还是放在显眼的地方 让别人带回去比较稳图 最终用绳子捆绑掉在树上 这个大叔只是买了一只鸟 却没想到这只鸟竟然是异世界的大闲者转世 于是大叔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可以在现实世界和异世界自由穿梭 还学会了各种魔法 更是在两个世界中做起了导演 但这也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异世界动画 之后男主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奇葩人物 什么超能力特工 什么病交女高中生 据说还有魔法上等 总之就是夹杂着各种元素的大乱动 而男主一开始也只是一个40岁的底层的摄数大叔 做着最普通的工作 拿着最低的工资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养一只虫 女同事在聊自家猫的时候 他都会忍不住去看夜 而看了之后也会按到一句黑黑真特么可爱 就连吃饭睡觉他都会拿着手机看猫片 当然他也很想自己养一只 但养一只猫一个月的开销 比他的工资都高 根本就养不起 然而这天男主在逛宠物店时 却突然听到有个声音在说买我买我 于是男主顺着声音就找到了一只纹鸟 看了看价格 再看看这小鸟可爱的样子 男主果断决定就是他了 至于刚刚听到的声音 男主也只是觉得这是命运的微笑 是老天想让他将这只鸟带回家 可就在男主思考给这只鸟起什么名字时 男主虽然有点猛 但会说话的鸟也不在少数 以为是哪个中二的家伙教他的 在给他起了个小B的名字之后 又询问了小B今晚想吃什么 然而小B却语出惊人 表示他要吃神户牛肉 男主也是无语了 这玩意老子都特么吃不起 你吃个当 而小B在得知男主没钱之后 表示他可以帮助男主赚钱 但前提是男主愿意和自己合作 男主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于是果断答应了下来 但下一秒小B的嘴里突然发出一道光芒 可男主签订了契约 并将他的一部分力量赐予了男主 但也只是一部分 见状男主也相信了小B的话 接着让男主打开鸟笼之后 小B爬上男主的身体 告诉男主如今这副身体无法施展权力 否则他这身鸟区就得炸了 不过站在男主肩上的话 他就能借用男主的身体施展能力了 接着小B便施展传送魔法 把男主带去了异世界 而男主看到异世界这副中世纪的模样后 也立马有了一个赚钱的主意 而且有了小B 男主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挤地铁了 直接用传送魔法传送到了公司 而男主上班时也默于筹划起了赚钱大吉 然而这时同事却想和他谈些事情 来到楼下后 红市询问男主要不要和他一起创严 如果没遇到小B之前 男主可能还会接手 但现在 呵呵 创你个头 男主果断就拒绝了眼睛 下班后男主果断到商店买了一些东西 打算将这些东西卖到异世界 可在回家时 邻居家的JK少女却蹲在门口 因为他妈妈带了男人回来 所以不让他进屋 男主也是无语 这种事情干嘛告诉自己 这时女孩的肚子突然叫了起来 见状男主将一颗巧克力饼递给他 而女孩犹豫片刻之后也接了下来 回到家之后 男主立马和小B来到了异世界 并找到了一家贵族手下的商货 毕竟贵族才是这个世界的有钱人 想要做大做强 当然得逮着他们好 当然这只是接近贵族的第一步 而男主带来的东西 也直接卖了400枚金币 换算成日元就是4亿 而商人也询问了男主这些纸饼货物来源 男主表示货源他是不会说的 但作为交换 他可以暂时不和其他商会做交易 只卖给他们一家 文言商人也没多说什么 果断就答应了下来 而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 男主也不断地往返于两个世界 时而谈谈生意 时而尝尝异世界的美食 时而向小B学习学习魔法 其他魔法的咒语 男主倒是都记住了 可唯独传送魔法的咒语太长 男主无法记住 将他记下拷贝在了手机里 这天男主在上班时心血来潮 在厕所里面起了咒语 这天男主再次来到了异世界 和小B一起在这里吃完饭之后 男主心中又打起了算盘 想要在异世界也开家餐厅 就在这时 旁边餐厅中被踢出了一个厨师 显然他是被老板给炒鱿鱼了 看到男人一脸落魄的样子 身为社畜的男主也产生了共情 于是走过去询问男人发生了什么 经过聊天 男主得知了红毛从小就在餐厅工作 是个很有上进心的小伙 但在取得一些成就之后 却遭到了同事的嫉妒 于是小伙就这么被同事轮番栽赃陷害 最终被老板给踢出了餐厅 在了解红毛的人品没问题之后 男主表示自己正打算开一家餐厅 想让红毛过来做店长 这机会红毛当然不会放魔 于是男主的餐厅就这么开业了 因为有着男主来自现实世界的技术家长 餐厅的生意也是红红活 鉴于红毛的经营表现 男主也直接给他开出了五枚金币的工资 而这对红毛来说可谓是天文数字 比他过去一年赚的都多 立马对男主表示了忠心 态度令男主相当满意 而在这之后 男主也在异世界练习了几天魔法 也能熟练地释放出各种属性的魔法 但唯独传送魔法 男主目前靠自己还无法施展出来 这天男主也打算进一些新商品 在考虑到异世界有着冒险者的职业后 男主决定买一些户外用品卖过去 首先就是一个小型望远镜 再者就是一个多功能瑞士刀 男主也不敢搞太多怕惹人怀疑 但就这两件商品 却让商人把男主经为了天人 立马高价将其收下 并把男主引荐给了上头的贵族 虽说只是这个城镇的领主 但男主也总算是走出了第一步 在面对领主盘问身份时 男主也将自己伪装成了 从其他大陆过来的工匠 成功糊弄了过去 而领主也让男主在以后出货时 也分一些卖给他 因为他看出男主的商品 将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同时还给了男主 可以自由进出自己府邸的客群 而攀上了领主的这层关系 男主的生意也是顺风顺水 越做越大 加上餐厅的经营 还有学习魔法的时间 男主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充实了 这天男主在参加公司聚餐时 眼镜又询问了 男主要不要跟他创业的事 男主呵呵一笑 创个屁 老子现在已经是有钱人了 再次拒绝眼镜之后 男主又喝起了啤酒 丝毫没有注意到 电视上正在播报杀人犯出没的新闻 吃饱喝足之后 男主一脸满足地朝家里走去 然而这时一只冰剑 突然从他眼前飞过 回头一看 一个黄毛正按着一个女人 正欲行不轨之势 就在男主猛逼时 黄毛的胳膊竟然变成了一把大刀 见状男主本能地就想要逃跑 可回头一想 怕娘的现在老子也是超能力者 还怕她更好 就在这时黄毛身下的女人伸出手 将黄毛身上的冰给融化了 不等男主询问发生了什么 女人直接掏出枪对准男主 询问她是哪里的超能力者 男主本想装迷糊糊弄一下 可女人显然不傻 知道刚刚的冰柱就是男主射出的 毕竟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超能力者 见状男主只好告诉他 自己是前几天刚刚学会的 得知男主是野生能力者之后 女人也决定带男主回一趟神盾局 而男主也是第一次知道 这个世界也有人能使用魔法 于是也决定跟他回去一下 不过在这之前 他必须要回去戴上小B 万一遇到危险也能逃过 毕竟自己还不会传送魔法 于是便告诉女人自己想回家一下 而女人也答应了下来 反正她今晚就没打算放男主回去 回去收拾一些衣物当然没问题 接着男主在回家收拾行李时 小B却发现女人身上并没有魔力波动 于是便对这所谓的超能力者产生了兴趣 看来他们存在和魔法并不是一个原因 接着男主打包好行李之后 发现JK女孩竟然又蹲在了外面 看到男主之后 女孩赶忙和男主打了招呼 想要和男主聊一些事情 但男主此时也赶时间 和他约好下次再聊后 男主赶忙来到了楼下 而女人对男主带宠物也没什么意见 接着在车上时 女人告诉男主自己叫金妮之后 女人的能力也各不相同 以她的能力来说 就是可以控制温度 解除男主的兵剑石就是用的这招 不过很多人在觉醒能力之后 就开始变得不吃牛肉了 烧杀掳掠什么事情都做 就比如之前那个黄毛 而他们神盾局的工作 就是抓捕这些坏蛋 男主也是听得一脸猛逼 这些东西他过去也只是在电影中看 没想到如今竟然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很快两人就到了神盾局的大楼 男主也是无语 不过转念一想男主也接受了 毕竟在这里工资又高 还能混个公务员和乐而不无 这是金妮让男主在展示下她的能力 而男主为了掩人耳目 也将自己伪装成了兵属性的能力者 然而看到男主果然能无中生有 金妮也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因为这跟她的能力实在是绝配 她虽然可以自由操纵水 但却无法和男主一样无中生有 所以每次都需要随身携带水才能释放兵锥 而有了男主她以后就能毫无限制的使用能力 看到金妮兴奋的样子 男主懂了 这家伙绝必是个工作狂魔 一心只想摸鱼的男主瞬间汗流加倍 不过既然已经上了贼船 男主也只能认栽了 回到宿舍后男主本想和小B去趟一世间 但又怕这里有监视器 于是便带着小B来到了外面 可两人还没走多远 小B就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们 不用想男主也知道这是神盾局的人 这下男主也没办法去一世间 但小B却告诉男主 在一世间的一小时 也就相当于这边的几分钟而已 假装去一下厕所的时间就完事了 文言男主立马掉头走向了一旁的便利店 在进入厕所之后 男主立马和小B来到了一世间 然后将这里的所有生意打理了一丁 并交代他们最近一段时间 自己可能不会出现之后 便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然而第二天天才刚亮 男主就被敲门声给吵醒了 而门外之人正是金妮 男主也真是服了 没想到还真的搭上了的工作狂魔 哪有人这么早就去工作呢 就算是有能力者恐怕现在也在睡觉吧 然而金妮却不管这么多 不论如何他都要拉着男主出去工作 男主也真是服了 就在他不断找借口拒绝金妮时 一个男人打断了他们 而他正是金妮的上司 于是金妮瞬间老实了下来 接着上司递给了男主一部手机 告诉男主有任务时 会通过这部手机联络他 所以平时一定要随身带在身上 男主自然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监视自己 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 反正去了异世界自然就没信号了 于是果断点头答应 健壮上司也带着金妮离开了这里 接着男主在神盾局做了体检 还有各种体能测试之后 又参加了一些入职培训 这样一来男主也算是正式入职了 但男主没想到的是 这才刚入职就领到了一百万的工资 心想果然没来错地方 晚上回家时 男主又在门口遇到了JK男孩 原来女孩上次想和男主聊的事情 就是想给男主的巧克力回个里 表示这袋饼干是他在家政客上做的 希望男主能够收下 男主当然也不敢搏了他的好 然而男主接下饼干之后 女孩又询问了男主另一件事 男主知道他指的就是金妮 于是便告诉他那只是自己的上司 文言女孩也安了心 而男主说完也和女孩道了别 你脸红个泡泡茶壶 而男主回到家后 小鼻立马朝他叫了起来 但却并没有口吐人言 见状男主立马就懂了 将手机放在床上之后 直接带着小鼻出去散过了 而来到外面之后 小鼻告诉男主今天有人去了他的房间 并在屋里安装了监视设备 男主听后也知道这是神盾局干的 看来他们还并没有完全信任自己 不过男主也不怂 回到家就将监视器给拆了 而他的电话也立马响了起来 显然客长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男主警告他自己也是需要隐私的 如果以后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恐怕也很难服从他们神盾局的命令 然而客长听后却并没有生气 反而是恭喜男主通过了他们的测试 原来组织的敌人也曾多次派间谍混入神盾局 但无一例外 他们在明知被监视的情况下 却都没有选择拆掉监视器 而男主不仅敢拆 还敢威胁自己 所以肯定不会是敌人的间谍 接着再次恭喜男主入职之后 客长便刮断了变化 这个男人是来自地球的异世界穿越者 是地球上最后的柳生后遗 来到异世界后成为这个世界所谓的客人 仅仅利用刀刃就能够一击秒杀这个世界最为强大的击魔 身为柳生家族的塔 有着极其强大的剑术 在这个异世界中几乎就是无敌一般的存在 城镇的繁荣在某一天突然终结 一场大火吞噬了所有 除了火灾 还有击魔四处屠杀人类 女孩的伙伴也遭遇了不幸 尤塞路斯被格雷姆踩在脚下 却束手无策 幽诺咽了口唾沫 心中不断盘算 既然是魔族 破坏其核心是否就能击败他 虽有推测 但内心充满恐惧的少女根本不敢出手 眼睁睁地看着伙伴遭受残害 伸手分离 伙伴临死前的哀嚎在他耳边回答 而他在懦弱中逃离了 拉刚迷宫都市 曾是女孩居住的地方 如今却化为废墟 这里曾是优诺最美好的回忆之地 但现在 那些生机勃勃的生命都已不在 从迷宫中涌出的积魔 标志着一切的改变 那天 优诺和好友刘塞露斯一起站在山顶 俯瞰着拉当迷宫都市的繁华景象 曾经 他们为那密集的建筑群感到自豪 关于自封为魔王的奇亚兹那 隐藏在迷宫深处的无数秘密的遗物 两人曾满怀好奇的讨论 有传言说 那些在迷宫探险中立下功勋的人 可以成为对手 无论他们过去的出身如何 但现在的优诺觉得 这一切似乎都变成了笑话 他的朋友就在自己眼前惨死 而他自己却不敢反击 何其荒谬 他看着被火海吞没的城镇 疯狂的自言自语 如果自己也被撕裂死去就好了 当鸡魔突然袭来时 他的本能反应仍然是恐惧 但逃无可逃 他最终念出了咒语 爆破火花发射 在关键时刻 鸡魔被他的咒语击中并倒地 分崩离析 优诺跪在地上 后悔莫及 如果这么容易就能击败鸡魔 那么当时 他是有机会救下刘塞露斯的 这个想法让他难以接受 他回想起与好友的对话 更多的鸡魔逼近时 优诺跪在地上 不停地嘟囔着 杀了我吧 反正无论我怎么做 你们都会杀了我 女孩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歇斯底里 似乎准备放弃对生命的渴望 就在这关键时刻 突然传来拔刀的声音 女孩面前的鸡魔 在瞬间被切割成无数块 女孩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难以置信 一个背刀的少年突然出现 潇洒地冲向前方 在优诺看来不可一击的鸡魔 在少年面前竟然如此脆弱 轻而易举地被击破 少年在解决掉 十几个鸡魔格雷姆后 不羁地看向优诺 你喜欢死吗 他对优诺之前的行为显得不紧 优诺慌张地解释 听着少年淡然的安慰 死掉就太可惜了 你接下来的人生会很有趣 从一无所有的起点重新出发就行 看到少年的运动山 优诺愣了一下 随后迅速明白了什么 原来这少年是一名客人 即来自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 异世界的人 他们带来的文化 有时能促进反应 有时也会引发灾难 他们是身负特殊使命的访客 被优诺等人称为客人 察觉到少年的特殊身份后 优诺也好奇地询问 明明没有打中核心 为什么基罗会如此轻易被击败 优诺的语气中带着些许惶恐 少年的回答简单而直接 甚至带着些许轻蔑 真没意思 这些不管砍多少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优诺被少年的话深深震撼 他的世界观仿佛在那一刻崩溃 你说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我自己劝 他不敢继续思考下去 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懦弱 少年则似乎对这些毫不介意 就在这时 优诺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 背对着少年大声嚷嚷道 你最好还是赶紧逃走 不管你有多强 在这个城市里都是头牢 听到这话 少年显得有些不紧 而优诺则变得更加激动 你难道没看见那东西吗 你敢说仅凭一把剑 就能将那东西杀死吗 远处 一座巨大的鸡魔如山岳般所利 令人望而生畏 这就是奇亚字难 为了与真正的魔王一战而创造出的存在 优诺心中只剩下绝望 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座城市十年的繁荣 其实就是建立在一个巨大鸡魔之上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 少年是否能够战胜他 少年的反应不是恐慌 而是激动 正当优诺催促少年快点离开时 少年一个滑铲动作从他胯下穿过 长刀以不可思议的方式 击败了正准备偷袭的鸡魔 随着鸡魔倒地的轰鸣声 优诺这才反应过来 这个少年竟然如此可怕 当女孩在原地茫然不知所措时 少年主动伸出手 看似在向优诺索要些许食物 优诺刚欲回答 少年却又一次打断他的话 提出一个交易 他将对抗那巨大的怪物 作为交换 优诺需要准备给他干量 少年手持的长刀似乎所向披靡 尽管在优诺看来 这把刀看起来平平无奇 他难以置信少年真的能完成这番状态 与此同时 城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只宛若山岳般高大的鸡魔出现了 令整个大地都开始颤抗 然而 面对这一景象 少年却露出了笑容 显得非常兴奋 仿佛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 优诺本能地想要催促少年逃跑 但少年反而微微蹲下 做好了战斗准备 看起来并不把那庞然大物放在眼里 优诺疑惑地追问少年 想知道他究竟是谁 来自哪里 实用的又是何种招式 少年含笑回答 自信而霸气地介绍 自己是柳生新音流的继承者 宣称自己是地球上最后的柳生 火光映衬着他的身姿 逐渐散发出杀气 少年也向优诺询问了 所谓的磁数是什么 优诺解释道 按照他们的理解 所谓的客人可能无法使用这种技能 因为他们这个世界 并不存在被称作比端的语言 简单来说 就是少年所说的日语 磁数是通过发音引发空气和物品 变化 从而产生各种效果 但客人的认知和这个世界差异太大 这可能是为什么 他们无法掌握这种技能的原因 听完优诺的解释 少年似乎并不介意无法学习这个技能 认为有刀在手就已足够 优诺虽然担心少年的安危 提醒他即使能打败怪物 也未必会有人感激他 甚至可能会因此丧命 但少年显然并不在意这些 他转过身来 表现出不屈的态度 质问优诺是否因为敌人难以战胜 就决定放弃 下一刻 少年迅速踏地而起 如同离弦之剑般冲向前方 他挥舞着刀剑 迎练而来的鸡膜在瞬间被他肢解 鸡膜源源不断地涌现 但少年的剑速更快 他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笑容 迅速斩断了每一个冒出来的鸡膜 面对巨大鸡膜 少年抬头仰望 仿佛在挑战一个巨人 当鸡膜的拳头砸向地面 造成巨大的震动时 少年的身影却消失在了空气中 他如同幻影般在鸡膜周围穿梭 清零地向鸡膜的头部攀升 少年以惊人的速度飞升 终于到达了鸡膜的头顶 在他的周围 成群的小型鸡膜试图阻挠他的前进 但他毫不畏惧 甚至在挑战中透露出一丝兴奋 巨大鸡膜并未坐以待避 他的每一次挥拳都似乎要撕裂空间 产生震耳欲拢的音爆 然而 少年总是巧妙地避开每一次攻击 就在鸡膜释放出一道恐怖的光束攻击时 少年的身影再次消失 优诺看着这一幕 心中充满了紧张 他无法想象 面对如此强大的光束魔法 少年能有何生还之道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耀眼的光芒从鸡膜的头部审了 少年的身影如同从天而降的神秘 鸡膜的头颅在他的一刀之下 就这样被屁为两半 女孩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震惊 简直难以置信 少年则带着一丝傲娇的语气 略显自得地说道 还好他给我留了那么多落脚的地方 在彻底击败了庞大的鸡膜之后 优诺也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 这一切实在是太过惊人 而宗次郎则是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轻描淡写地吐槽 有点盲慢 不过这比起砍掉M那家伙 更让人兴奋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 宗次郎还透露了鸡膜的弱点 生命核心位于右腕的顶端 优诺听后好奇地询问宗次郎口中提到的 爱母腕究竟是什么 虽然他暗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应该指的是坦克 难以想象这位少年的强大 此数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发挥作用 一切都必须依靠物理规律 那些拥有超越常规法则力量的人 也无法继续留在那个世界 因此会成为漂泊到这个世界的客人 面对这样的解释 优诺感到一阵寒意 为何会有如此可怕的存在 他在矛盾中挣扎 这个少年救了他 也为所有人报了仇 理应是他的恩人 但即便如此 优诺心中仍然有着某种难以名状的怨恨 优诺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 表面上向少年表示感谢 而少年似乎对这一切都不太在意 反而自言自语道 要是下次能更有趣就好了 这番话让优诺的瞳孔猛的一作 他心中不禁嘲讽 对方只是将这一切当作娱乐把 太荒谬了 在这一刻 优诺感到了心中那隐秘的情感 那座大迷宫肆虐无助 夺走了众人的一切 而宗慈郎 不过是在任性地施展他的力量 他的眼中从未有过弱者的一举 因为强大 因为拥有非凡的力量 才能做出那样的行为 而自己 却对这种超乎常理的力量充满了憎恨 看着少年的背影 优诺仿佛做出了决定 他开口说道 黄都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王狗 现在那里正在招募来自世界各地的英雄 黄都想找到真正的勇者 找到那个打败真正魔王的人 在那里的人 都是最强的 都是英雄 优诺的话语似乎在诱惑少年 他描述着黄都的强者 如黄都第二将罗斯库雷伊 神速枪兵 拥有传说武器的冒险者 还有能用一句话实现一切的真理词数式 这些描述充满了吸引力 似乎在暗示少年前往黄都寻求更大的挑战 说完这些 优诺心中暗自盘算着 他在想 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无敌 那么自己所经历的那些悲剧 恐怕在他眼中不值一提 优诺心中暗道 若你真的无敌 那就去打败那些强大的对手吧 紧接着 他开口提议 表示愿意引导少年前往黄都 少年似乎对此并不反感 反而显得期待 对即将遭遇的挑战充满兴趣 他微笑着对优诺表示感谢 从今以后 你也能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虽然优诺表面上笑着银河 内心深处却怀着复仇的念头 渴望像这种强者报复 就这样 人类世界的少年健豪和被称为远距勾掌的优诺 一同踏上了旅程 未来又将怎样 最强与最弱的奇妙相遇 将引领他们走向何方 这个女人拥有一种极其特殊的能力 可以让任何东西成为自己的奴隶 而我们的男主成为她的奴隶后 直接获得了恶鬼缠身的能力 但这个力量却有一个代价 作为主人要给奴隶相应的奖励 并且这个奖励机制还是强制进行的 而奖励的内容则是奴隶心里想的任何事情 在未来的某一天 日本各地出现了一种被称作魔都的一空间 在这个魔都内部 有一种会无差别攻击人类的怪物 名为丑鬼 以及一种被称为桃的果实 这种果实能给予女性超能力 因此男女之间的力量平衡逐渐被打破 日本渐渐变成了一个女尊男卑的社会 政府为了控制通向魔都空间的大门 成立了由拥有强大桃之恩惠的女性组成的魔防队 如果把一切比作游戏 那么无法获得桃之恩惠的难性 从出生起就面临着地狱级的难度 而如果能得到异性的赏识 就好似获得了某种特权 合仓游戏 故事的男主角 是一位技能全面的普通高中生 专长在家务活上 他即将毕业 如果找不到女朋友 就只能成为社会最底层的攻心组 过着朝九晚五的频繁生活 直至生命终结 想到这 男主不由的大声呼喊 难道真的没有地方能让我大展拳脚吗 这时 他突然想到 自己绝对是个优秀的保姆 甚至能在缝纫机上创造火花 正当他回过神来 发现周围弥漫着神秘的白雾 突然一阵风吹过 等到烟雾散去 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魔都之中 他慌忙拿出手机 查询有关魔都的指南 连接魔都的酒难门位置是固定的 但有时也会突然在某个地方打开 普通人误入或仇鬼闯入 现实造成的损害 恐称为魔都灾害 而男主的姐姐 正是在六年前的魔都灾害中失踪的 按照指南的提示 男主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静止 等待魔防队的救援 然而没过多久 他的身后就出现了几只仇鬼 双方的目光交汇 男主立刻意识到 他遇到了自己最不想遇见的敌人 于是 他迅速转身逃跑 尽管厌倦了平淡无奇的日常 但他也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就此告终 正当他在心中思索的逃生之际时 前方突然跃出一只仇鬼 而在仇鬼的背上 竟然骑着一个人类少女 少女出现在男主面前 轻烈地说道 居然误入了魔都 真是个倒霉蛋 你先躲在我身后吧 说着 少女拔出长刀 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他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所有仇鬼 然后向男主介绍自己 我是魔防队第七方队的队长 与前金香 别担心 我会把你安全带出去的 但在男主还未来得及回答时 他们又被一大波仇鬼包围了 面对如此险境 金香挑了一只身体相对完好的仇鬼 将其奴役为座棋 试图带着男主突围 两秒半后 第七组队员现身支援 除了男主还没发现其他遇难者 但前方却出现了大量的小白脸正在接近 女主交给队员处理 她则优先送男主离开魔都 只见万灵手臂变为炮台进行火力压制 猪猪身体巨大化大肆破坏 男主投向羡慕的目光 只有女性吃下魔都的桃枝果实 才能获得力量 其中擅长战斗的特殊部队就是魔防队 随着战斗暂时结束 猪猪又发现了幸存的小男孩 等男孩苏醒三人才知道 他还有一个姐姐也在魔都 此时男主这边正好听到女孩的尖叫声 男主认出对方就是之前见到的小女孩 女孩退无可退坠落山崖 被女主牵着奴隶及时救下 然而 这只残破的仇轨反应持对 每跑多远就被从侧面冲来的仇轨撞到 金香迅速布下了防护结界 安慰男主说 在我的结界里非常安全 但他的话音未落 结界就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金香陷入沉思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 逃脱肯定不成问题 作为有志成为魔防队组队长 他不可能抛下男主自不逃生 虽然他的体数非常强 但他从逃之恩惠那获得的能力 在他看来 却显得微不足道 他拥有的无穷之所能力 允许他与其他生物签订契约 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 并增强他们的能力 至今 他只对仇轨使用过这种能力 眼下这种紧急情况 他决定尝试一下 金香向男主透露了一个逃脱困境的可能性 但这需要他的合作 男主迅速回应 表示愿意协助 金香的眼神一瞬间凝重起来 他正式告知男主 从此刻起 他将成为他的奴隶 男主一时难以置信 金香随即将他暗倒在地 详细解释了自己的特殊能力 并脱去手套 准备启动奴役过程 男主虽然从未与异性有过亲密接触 但在这关键时刻 却毫不犹豫地舔了一下金香伸出的手指 随即 一道光柱从他们之间冲天而起 打破了周围的结界 令金香惊讶的是 他的能力在男主身上发挥了异常强大的效果 几乎像是低配版的恶鬼缠身 在这种强化下 男主与金香协力 轻松突破了重重为客 当一群丑鬼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怪物时 金香果断指令男主全力以赴 男主仿佛被超级强化了似的 一举将聚怪状的粉碎 战斗结束后 男主又恢复了人类形态 他还未来得及反应发生了什么 金香就走上前来 称赞他强大的力量 并提议他成为自己的长期奴隶 在男主接受这个事实之前 金香认为有必要先向他详细说明自己的能力 接着 金香轻轻地靠近男主 微微抬起他的下巴 并亲吻了他 这是金香使用技能的一部分代价 作为主人 他需要对他的奴隶做出适当的奖励 男主的心跳猛地加速 达到了120次每分钟 金香温柔地询问 要再来一次吗 羞涩的男主急忙拒绝 但金香似乎并没有停下的意思 显然 代价的偿还是强制性 接受能力后 必须对奴隶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奖励 无论奴隶想要的是什么 当仇鬼成为奴隶时 仅需投喂猪肉便可 但在游戏的情况下 则需要更亲密的接触 奖励结束后 男主脸上挂着羞涩的微笑 回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他的初吻 就这样在激烈的方式中被夺走了 片刻之后 金香向男主解释 这里的丑鬼一旦跑到现实 就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现在的总组长过于温和 无法迅速解决问题 他的目标是成为魔防队的新总组长 彻底跟出丑鬼的威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需要男主的力量 男主稍作犹豫后 向金香表示 自己的头脑并不特别灵活 运动能力也不是特别突出 他的技能主要集中在家务方面 听到这些 金香却表示热烈欢迎擅长家务的人 男主心中思考 在自己原来的世界 每天都是无聊而频繁的重复 如果留在这里 不仅能像刚才那样消灭丑鬼 还能为自己失踪的姐姐复仇 而最重要的 还能得到金香那样的奖励 此即此 男主决定留在魔都 成为消灭丑鬼的英雄 画面转换 男主和金香来到了第七方队的住宅 走进屋内 三名少女向他打招呼 并称呼他为管理员 金香向男主介绍这几位队员 他们分别是冬日万灵 郡和猪猪和大川村民 金香补充道 还有其他队员 但他们目前都在执行任务 男主开始期待 自己在魔防队所能活跃的日子即将开始 男主疑惑地询问 管理员是什么意思 金香解释说 在魔防队 男性不能成为正式战斗成员 战斗时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但平时你的角色就是这里的管理员 男主似乎有所领悟 转身说 我还是个高中生 很快就要就职了 我得先和父母沟通一下 金香迅速抓住他的手臂 坚定地说 那些事情我会帮你处理好的 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发挥你擅长的家务技能吧 就在这时 您叫您的女孩走上前来 微笑着说 其实我也是刚加入七番队的 我会以前辈的身份帮助你 放心吧 这个乖巧的女孩才11岁 却因为误入魔都而被迅速招募成为队员 男主感到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他的上司居然还是个小学生 这让他感到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可思议 就这样 男主以奴隶兼管理员的双重身份 加入了魔都精锐部队 第七番队 这个男主真牛逼 被巨龙一口生吞后不仅没有原地去世 还变成了一个最弱小的魔物 然而男主不仅没有自暴自弃 甚至还通过不断击杀同类 希望能早日进化成高阶魔物 重新回归城镇里 当回原本自己人类的身份 男主本是个普普通通的冒险家 修炼了十年冒险等级 也只有倒数第二的青铜 所幸他有着一颗脚踏实地的心 每天都只是去刷最低级的史莱姆和古人来维持生活 并不会冒险去接一些危险的委托 这天男主一如既往地来到新手迷宫 打算开始今天的打怪之旅 然而就在他按照地图指引寻找史莱姆时 竟发现了一条隐藏通道 原本以男主脚踏实地的性格 应该是汇报给工会知道 然后拿一笔奖金这事就过去了 然而今天的男主却有着无比重的好奇心 竟朝着隐藏通道的深处走了进去 等到通道尽头时 迎接男主的竟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魔物巨龙 根据传说解释巨龙拥有着各种各样的外貌 尽管眼前这只长得完全不像条龙 但男主的第七感直觉告诉他这就是巨龙 而巨龙所散发的威压野下的男主 只能站在原地瑟瑟发动 最终被巨龙一口声吞下了肚子 等再次睁眼时 男主发现自己竟还活着 可惜身体却成了不死足魔物古人 他原本打算先回城镇再想办法 但是一想到这副模样回去 肯定在城门口就被抓 最终被送去教堂进化的渣都不剩 于是男主只好先在迷宫里探索一下 希望能找到个落单的冒险家 和对方商讨一下目前的情容 看看能不能寻求点帮助 就在他想着如何和对方沟通时 突然一个古人出现在了男主眼前 没有过多的解释 两个古人立马进入了战斗状态 男主本以为自己能轻松解决对方 结果这副脆弱的骨架竟连剑都举不起 还摔了个大跟头 索性有卧龙的地方就一定有凤处 对面的古人也是个天才 单单跑过来就把左腿骨给摔掉 就在对方忙着拼接左腿骨时 男主想到了自己作为人类时 还有一招以生物生命力为根源的气质力量 索性这招即使变成了魔物也依然有效 附加上气质力量后的男主总算是可以举起大剑 最终一剑砍下 再补一剑 成功击碎对方的头颅 就在男主松口气时 古人竟发出浑身金光 竞数涌入了男主的体内 而男主之前所消耗的气质力量也因此得到了补充 此时他想起了好友曾经和自己说过 魔物可以通过积累经验而进化成更高阶的存在 而他研究的课题正好就是古人进化成实施本 男主想到自己成为实施鬼的话 起码身上有肉 更加容易混进城里 于是立马下定决心 要清扫完这个迷宫的魔物来进化成实施鬼 随后男主成功击杀了好几只古人 身体也因金光不断地变得更加强大 随后男主打算挑战下比古人强的魔物 那便是史莱姆 面对这种液体一般的魔物 要么用物理攻击击碎内核 要么只能用魔法攻击才能将其击败 于是男主打算用气质力量瞄准内核一击必杀 感受到危险的史莱姆立马后退 喷出了三道腐蚀性液体 男主抓住机会立马上前一箭砍下 竟碰巧运气爆炸砍中了内核 随后男主回收了史莱姆的魔石已经粘液 打算等以后回到城镇再拿去卖物 与此同时冒险者工会 前台却有些苦恼 原来他现在有一份委托非常适合男主 非常适合这种十年才只有同级的冒险者 有经验却没有什么能力的大闲人 是带新人的最佳人选 要知道放在平时的话 以男主的等级连一份正常的委托也接不到 只能去已经被人探索完毕的水月迷宫去捡漏 他原本还打算介绍个新人给男主去带 但新人着急用钱没法等男主回来 于是前台只好让新人先去新手迷宫 刷下低级魔物赚钱 男主这边经过一天一夜的讨伐 不仅完全没有任何困意 甚至连肚子都不会往 并且身体各方面随着吸收的金光越来越多 也基本恢复到之前人类面会的数值 这时的男主不仅可以使用简单的魔法 甚至还能发动神圣属性的圣气 这让男主是万万没想到 因为这世上能同时使用气质力量和魔力 以及圣气的人少之又少 没想到就算成为不死族也继承了下来 只是可惜的是他每种力量都特别弱 就算过了十年也碌碌无为 不过现在却不一样了 如今的他甚至有希望踏进神音级 自从幼时亲眼目睹过一次后 男主便对这个等级充满了渴望 而现在就是他的机会 就这样不知不觉便是两天半过去 这天男主像往常一样的击杀史莱姆 可没想到的是 这时他的身体却忽然发生了一遍 他不仅能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飞速上涨 并且肉眼可见的 他的身体上还慢慢长出了肌肉 根据学者告诉自己的案例 男主深知自己是要进化成实施鬼了 只是他也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就这样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等回过神时男主的身体也焕然一新 结果没有意外 他进化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实施鬼 虽然是令人不舒服的干尸 但他却知道自己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只要接下来继续努力 当他成为更高阶的吸血鬼时 届时他就与人类没什么两样 不过这些对他来说还有些遥远 想到自己已经有了肉身 男主便开始练习发声 虽说实施鬼的肉身让男主有些不习惯 但多加练习他却觉得自己可以 朱芷茵在魔力测试中 检测出了棍勇同款的治愈属性 就震惊了全国上下 平日里万人仰望的国王陛下 更是直接给男主下跪行李 恳求男主务必拯救他们的王国 只因在这魔法横行怪物肆虐的世界 人们一旦身受重伤 在没有治愈魔法介入的情况下 将会面临九死一生 而且因为拥有治愈属性的人万中无一 能成长起来的回复术士更是寥寥无几 男主的出现 让国王对自己那千疮百孔的国家 又再次燃起了希望 殊不知就在几分钟前 男主还只是地球上的一个普通高中生 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却有着可爱护小动物的心 就连下雨天被人偷走了雨伞 也不会看见存物柜里有他人的雨伞就以牙还牙 被困在学校的他只能祈祷大雨快点过去 甚至幻想起自己要是会避雨的魔法就好了 结果没等来异世界的召唤 却惊动了笑话 校草也在这时候赶来 两人身为学生会的主席和复习 解决学生困难理所当然 在回去的路上 三人不禁探讨起了毕业后的未来 林英却莫名失落 因为全科满分以及运动全能的他 在这无聊的世界根本找不到有意思的挑战 男主瞬间无语了 美女学霸都说这种话 那他来这个世界不是连充数的资格都没有 殊不知在三人默不作声低头走路的时候 空气中突然传来了一阵悠长的敲钟声 然而只有林英和龙泉听到此声 男主耳里却只有滴滴答答的雨声 随着钟声越敲越响 三人的脚下突然亮起了魔法阵 曾经幻想过这种情景的男主立即明白了过来 这是要被召唤到异世界的节奏啊 听到这的林英莫名兴奋 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挑战剑与魔法的世界了 随着召唤的光芒消散 三人来到了一个城堡内部 映入眼帘的是林格尔王国的国王 国王向众人解释了情况 原来为了拯救王国免于魔王军的清醒 三人以勇者的身份被召唤到了这里 与林英兴奋到飞起不同 龙泉立马开始质问国王 凭什么要召唤他们过来 他才不管什么魔王勇者的 在现实世界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期待他们回家的父母 要求国王给他们传送回去 结果国王却表示臣妾做不到 刚才的召唤术只能单向传送 也就是说国王这边并不掌握反向传送的魔法 或许打倒魔王就能找到回去的线索 这气的龙泉就要奏扁国王 但士兵随即便控制了现场 国王也在这时走下王座 下一秒竟直接跪在了三人身前 恳求众人留下帮助王国渡过难关 并承诺回去的方法也一定会找到 面对国王无比诚恳的态度 三人也只能接受勇者的身份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国王能这么精确地从地球里把勇者捞出来 原来这种召唤魔法的原理是筛选聆听终生之人 只要能听见终生 就会出现魔法阵将有勇者资质的人带来 两人这才回过神来 男主可是没有听见终生的 也就是说他是被牵连进来的 但国王也没有放弃男主这个无资质的勇者 安排三人进行了魔力属性测试 只要触摸眼前的水晶球 就能知道自己可以使用并训练哪种魔法 此刻灵音已经迫不及待 第一个抢着去测试 只见他把手掌放在水晶球上 第一发直接就出金 金色就代表着拥有雷系魔法资质 看起来还似乎是先天满魔力 这简直太棒了 灵音十分满意 轮到龙泉 结果出现的是纯净的白色 这就代表着光属性 是对付邪恶魔王军的克制属性 天生的勇者 见此情况 一旁的灵音忍不住给龙泉的攻击模式出谋划策 比如发射动感光波 制造光剑斩断敌人 看着中二魂燃起的灵音 男主不免破防 自己心里那个十圈是美的学姐 已经一去不复回了 最后轮到男主上场时 虽然男主有些忐忑不安 自己这个无资质的勇者 也可以拥有魔法 但随着手掌接触水晶球的瞬间 刺眼的绿色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 如同绿宝石将士 灵音还想询问神官这绿色是什么属性 结果神官无比惊恶 下一秒神官抓起男主的手 然后慌慌张张地来到国王面前 原来 男主持有的是治愈系属性 也就是说男主有成为回复术士的前置 这下子可不得了 毕竟获得治愈属性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 如今安全成长起来的回复术士 在整个王国也只是寥寥数人 可国王此时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反而十分慌张 他必须保护起男主 千万不能让那个女人知道 结果话音刚落 罗斯就闯了进来 而眼前的正是王国救命团的团长 是目前王国里排名第一的回复术士 因为某种原因 就连国王也要必让他三分 得知今天是召唤俑者的好日子 罗斯就想着来见识一下俑者 眼看罗斯注意到男主 国王连忙解释说他不是俑者 只是个不幸被牵连进来的 普普通通通的少年而已 非常普通的那种 然而眼神犀利的罗斯觉得有诈 于是转头询问起男主话语 直至感觉不到奇怪才缓缓离开 可这时男主却追问起了国王 他那水晶球辨率是怎么回事 话音刚落 罗斯就停下了脚步 在罗斯全力的追赶下 不出两分半 就把男主给带到了手里 国王无比心痛 怎么会让男主栽到女魔头的手里去了呢 不管国王在身后怎么车谎 罗斯根本没有要停下脚步的想法 林荫和龙泉在得知男主被抓走后 开始追问神官原因 可两人在得知男主 只是被绑去进行治愈魔法的特训后 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训练严格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很快 罗斯将男主带回到了据点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就是他的家 然而还没等男主缓过神来 五个大汉便闯进了房门 罗斯给五人介绍起男主 并让他们要好好照顾一下 出来乍到的男主 但五人凶猛的自我介绍方式 差点没把男主吓得丢了魂 原来五人是罗斯的部下 但他们都不会治愈魔法 这五人是专门搬运伤者的 另外救命团还有两个可以使用治愈魔法的人 只不过他们平时在别的地方工作 罗斯表示 接下来的日子就由他来负责教男主治愈魔法 可男主觉得对方杀气太重 想要申请换个师傅来教 但罗斯根本不理会男主的想法 还强硬塞给了男主一个和蔼可亲的使用 接下来的日子男主也不知道会怎样 但现在也只能顺其自然 对于异世界来访的治愈魔法史 罗斯也是十分期待的